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师去香港去奖金 所以没办法来 今天就由我们三位 来跟大家共同研讨 天台中派教学 师傅有交代 就是说从第九篇别教开始讲 那这个因为整个佛法 它是整个是有一个系统 有一个架构的 那这个 只管讲到别教的话 可能大家之前只学到这个藏教 藏教那个通教也没有学 还有原教也没有学 那这个他到底这个别教在 在这个架构里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地位 那个在这里 可能需要先介绍一下 那个我觉得佛法 那个你在学的时候 那个看这个经文 不管看什么经 这个 那个五十八教 你一定要站在那个地位上面来看 来看 现在要学别教的时候 别教的时候 你要把整个系统都要搞清楚 搞清楚以后 然后你站在那个别教的这个立场 来看这个 就会看得比较清楚 现在 那个我就先 把做一个系统的介绍 那个从天台 天台中的三观启示教开始 开始说起 开始说起 那个 然后大家先了解这个架构以后 了解这个架构以后 知道我们今天所讲的别教 他是站在什么一个位阶上面 站在一个什么位阶上面 然后再来深入 深入这个法医 这深入法医就会了解 那那个我现在先 先画个图表 那个介绍这个三观启示教 前面 大家都已经学过五十八教 五十八教跟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波若三观启示教 是有 是有连贯性的 是有连贯性的 那这个从那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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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说是从五十八教 开始从华言开始讲的时候 他这边 他这边 嗯 有一个法界 有一个法界 他这边有一个法界喔 这就是一针法界喔 这是华言史喔 华言史喔 华言史的时候他就是 嗯 华言史的时候他就是圆间别嘛 圆间别他就是 就是说 圆间别喔 那个 他那个圆间别的时候 他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他的如来说法的意趣中指的 他是说 佛出城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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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四十一位法神大事喔 为四十一位法神大事喔 所圆满的修多罗 修多罗 修多罗 为不能误入的菩萨喔 尖缩航步次第喔 这是 这是 是航步次第 十二称行人喔 有眼不适 有眼不见色挪生 有耳不闻原顿叫 如龙若雅喔 这个时候就是 法言喔 法言的时候喔 法言史喔 是法言史 然后接着 接着是 那这个 那个声闻人喔 那个声闻人喔 他如龙若雅 所以说众生不会 众生不会 所以说 那这个 从原 从这个 开出啦 原 原间别 原间别的话 开出的话 开出的原间别喔 那就是从 从阿韩方等喔 拨着 然后再 法华涅槃 这样子 这个总共是 法华涅槃 总共是50喔 所以说 他原间别的时候 他就是说 先开出喔 先开出这个 又是 这个是一整法界嘛 他是往下开 往下开 往下开出来的时候 他是在这边 别叫 别叫 原间别 法言 然后在 然后在 阿韩 阿韩 中等 波 波若 到了波若的时候 波若的时候 他就是 开的 开的这个 那个 三观喔 三观 三观就是 赤地观 赤地观喔 赤地观 他是从这个 法言开出来喔 别 别就是 个别的意思 赤地喔 就是 波若三观喔 波若三观就是 波若三观就是 波若三观就是说 从 从 从甲路 他这个 这个 就是法界喔 这个 这个是 在这个 在这个 生死界喔 生死界 界内喔 我们就 分成一个界内 一个界外喔 界内就是生死界喔 生死界以外的话 就是 就是 液蚌界 他是 液蚌界喔 然后在法界 然後在這個界內生死界的時候 從甲入空關 播入三關 那這個是 從甲入 這邊是從 從空入甲 然後這個中到第一地關 從空入甲關就叫做空關 這邊做甲冠號 簡稱叫做中關 中到第一地 中到第一地 中到第一地關 中到第一地關 那這個 三關起四教 他起哪四教呢 就是從甲入空 這個他開出的是上教 空教 上教 空教 這是 別教 這是元教 元教 好好好 後面聽不到 不好意思 他這邊是 柏洛三關 柏洛三關 那個開出 上同別元四教 上同別元四教 那這個 所謂的教呢 教的話 教這個 教就是聖人佩下之言 聖人佩下之言 他這個就包括說法者 說法者還有受法者 那說法者是佛 那受法者是 是 是這個 那個行者 行人 受法者是三稱的行人 三稱的行人 就是身為元絕 菩薩 這樣子 三稱行人 那受法者的話 這個既然是行人的話 他有根性的不同 根性的不同 所以 根據這個行人的根性 所以說有利盾兩根 利盾兩根 他就 所以才會有 上同別元 這樣子 那這個從 從法界開出來的時候 往下開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 這個 這個時候 原來都是法生大師 41位法生大師 對不對 然後他開出來的是 他開出來的是 別教對不對 然後再更 再更 再更頓根一點的話 他就 就往下再開 再開就是 這個 通教 藏教 所以 從原教 開別教 然後再開 藏教 通教 這樣子 通教 藏教 這樣子 那個 這邊 這邊的行人 他有 有利盾之分 這個藏教是用西空官 西空官 然後 他是 舊事 就是說 這凡夫 就是說 那個生死界 生死界的事 生死界的事 然後 他把它西空 他是 因為必須要用西空的方式 西空的話 這個大家都已經學過了 那這個體空呢 體空大家沒有學 體空就是說 他就是說 從理 從這個 因為藏教是從審嘛 審來西空 審來西空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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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教的話 他是體空官 是體空官 他是 從理上面 從理上面 直接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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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法本空 無聲 所以說諸法本空 無聲 他就直接就關到無聲去了 諸法本身 他這個是 這是 通教的 通教他是體空官的 理 的理 的理 那別教呢 他別教是屬於界外 他也是 到了這個別教的時候 他是 這是 這是界內 那界外的話 這邊已經到了大乘 大乘分成全教跟實教 大乘的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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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乘的全教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別教 那這個 大乘的 大乘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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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教的話 就是 這個 就是一真法界 那這邊 這邊 就 這邊 這邊是 全 全教 全教 這邊是實教 全教 全教就是次第 次第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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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關 就是說從 從甲入空關 從空入甲關 然後在中到第一地關 要有次第 次第關 次第陣 次第陣 那這個 這邊 這邊在一真法界的話 他是實教 大乘的實教 他實際用顯的就可以了 不避陣 不避陣 所以這個 架構要很清楚 這邊是屬於 三個圈圈 這邊是屬於 全教 那這邊 一真法界這邊 是屬於 實教 假如說有這個概念的話 那就會 比較清楚 那 界內是生死界 界外是涅槃界 然後還有一個法界 法界 法界是講 講那個 圓 圓 那 那今天 所講的 主要的是 主要的是 就是 這個 講這個 別教 今天 主要是在講這個 別教 就是站在這個位置 在涅槃界 涅槃界 他一定是空信 在小鎮叫做信公 在大鎮叫做空信 所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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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 藏教 藏教的話 他是西空 他是正到這個空信 正到這個空信 然後是入到這個 到這個裂盤 到這個裂盤來 那這個通教的話 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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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個 從這個體 直觀這個本體 吳聲 入到這個空信裡面來 所以說 所以說 他這個通教 通教 他是 他這個吳聲 吳聲 他是 也就是 吳聲 空信 他是 大乘的出門 大乘的出門 這個時候通教 他仍然 他還在這個 在這個界內 他正到空信以後 正到空信以後 他才有 他才是 開始 開始大乘 所以大乘的話 大乘的就是 最 最基本的就是空信 正空信 最基本就是正空信 到涅槃界 這個法界 法界他是 從空入甲 然後的話 那個 從空入甲 做甲官 那個別教的話 那個菩薩 他是 從空 入甲 甲的話 就是 甲就是 世俗等式 他這個入甲是入到 入到這一邊 菩薩正空不入空 菩薩是正空 正到空信 他不住在空信裡面 不住在空信裡面 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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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就是說 下化眾生 這是在做假官嘛 在做假官 假官那個 假官是俗嘛 假官是俗 俗弟 他這個 他是下化眾生 上求佛道 上求佛道 他這個 下化眾生 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 那這個地方的話 那這個別教 別教的話 他是 大聖的話 那個菩薩 大聖的菩薩 他是 這個別教的大聖菩薩 他是頓根的 你看那個標題 那個第九篇 別教大聖全教 界外頓根菩薩 這邊是頓的 頓 頓 那這邊呢 這邊法界的話 這邊 這個菩薩做比對的時候 比對的時候 這邊有菩薩聖的話 這邊原教的時候 他是 他是頓根的 原教的菩薩是頓根 原教的菩薩是頓根 這是一對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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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是 禮 他是禮 他是禮 他是什麼禮呢 對不對 等一下 我們 別教的話 他這個是 是 這個 這是禮 做甲關 做甲關就是禮 那這個 再介紹一下這個劍內 劍內 劍內他是 他是 劍內他是 從甲入空 就是 這個甲也是 蘇 空 空就是真地 真俗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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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這個空也是 也是真地 也是一樣的 也是 都是 都是一樣的 但是只是說 你這個 的位階 你跑到哪裡去 你站在什麼角度 那個真俗就不太一樣 這個大家必須要 要 好好的仔細的研究一下 那這個 他這個 斷貨 斷貨這邊 這邊是 劍內 生死劍 生死劍的煩惱 煩惱 生死劍的煩惱 對不對 煩惱的話 那這邊是 必須要斷 劍絲 斷劍或絲貨 那這邊要斷什麼 斷沉沙 菩薩因為他要 煩惱三界 督化眾生 他有遇到很多的眾生 眾生有種種的煩惱 所以說 眾生的煩惱為自己的煩惱 對不對 那這些 要對破 要對破的話 所以有沉沙或 沉沙或 那這個 這個是 沉沙 那法界呢 仍然有無名貨 無名貨 這是劍師 這邊是劍師而貨 劍貨是禮貨嘛 師貨是士貨 對不對 師貨就是貪稱吃賣以等貨 對不對 劍貨是因劍而起貨 看到了他才起一個貨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必須 斷除 斷貨正真 斷除劍師而貨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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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正道的 斷貨正真 正什麼 正的 這個是正一切字 正一切字 那這個斷沉沙或正道種字 菩薩正道種字 法界 法界的菩薩呢 他的斷一品無名 正 一分法身 他是 這個是一切種子 所正的是一切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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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又是稱之為佛字 佛的智慧 又稱之為佛字 所以說這個地方他就可以看出 他有四種菩薩 他有四種菩薩 有四種菩薩 他正 正的字都不同 正的不同 藏通別源 有四種菩薩 藏教他有三層行人 身為原訣 身為原訣菩薩 那通教也有 三層行人 身為原訣菩薩 對不對 菩薩 別教呢 別教的話 他讀菩薩法 因為他正空性了 這邊就沒有身為原訣了 假如說有身為原訣的話 那他也是祝空 正空祝空 那是阿羅漢 那是羅漢 那這邊是 這邊就是界外的話 界內 界內的外面 都是叫做界外 界外的話 大乘 大乘的 大乘的話 有菩薩法 有菩薩法 有頓根的菩薩 有利根的菩薩 頓根的菩薩 跟利根的菩薩 救世而修的話 就是有次第的 就是叫做權 就是說先從假官 先正空官 空官成就了以後 然後再正假官 假官成就了以後 再正中到第一立官 假如說這個沒有成就的話 他就不會到下一官去 不會到下一官去 這個是次第官次第陣 他是四 那元的話 這是一星中元 他是元頓 又叫做元頓官 元頓 元頓官 這是元頓官 元頓子官又叫做一星三官 元頓子官又叫做一星三官 就是中到第一立官 中到第一立官 中到第一立官 他這個量是 這個是 中到第一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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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所正的 正的 正的是 正的假如說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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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正的這個事 是什麼呢 這個是 這個是叫做 這邊叫做 申文誠 申文誠所正的是什麼 申文誠他所正的 是 三德的他是 波若德 波若德 這個 別叫這邊叫做菩薩誠 菩薩誠 菩薩誠 他是 菩薩解脫 解脫 解脫德 那這個 這個佛證 法界是佛證 法界佛證 他所正的是什麼 是法生 法生德 法生德 那個 若說 若說是嚴的話 那 若說是嚴的話 他所 這身文所正的是 慧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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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能夠分別法 能夠分別法 能夠分別法 那個 那個 菩薩誠 他所正的 解脫 他是所正的是 是 慧嚴 法嚴 他能夠分別司法界 分別司法界 那這個是 這個是 法生德 他是佛嚴 所以說 大家看到什麼五嚴 這個 這樣子一飆出來 大家就比較清楚 因為他是 字 這個字 字 字就會關 他這個字可以關 關 他這個字 是一切字 他是關空之字 關空之字 那這個 這個 菩薩 這個道總字 是 關假之字 那這個 佛嚴 佛嚴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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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一切法 一切法公之字 也就是說 極空 計甲 極中 這邊是 極空 極甲 極中 這邊是 極空 極甲 極中 那再說一遍 再說一遍 那個 藏教他是 他是 西空 西空 大家都已經 都學會了 對不對 通 通教的話 他體空 體空他是 他是 他是 因緣空 他是直觀 無聲 空性 人觀是空 所觀是空 人所正的也是空 就是說 他也就是說他人 他一切都空 一切都是無聲 既然是空 他就 也就不聲 他一切無聲 一切無聲 這是空 他正到空 那這邊的菩薩的話 他以正空性 他以正空性 以正空性的話 他是 他就以正空性 他不住空性 他環入三界 度化眾生 這是頓根的 然後 下化 下化眾生 上求佛道 對不對 那這邊的利根菩薩的話 怎麼樣子 是上求佛道 下化眾生 下化眾生 有一點區別 有一點區別 那這邊 藏教通教 藏教通教的話 他是 主要在自立 菩薩 利他 那法界的菩薩呢 他是 自立 自立利他 一如 自立 生死 這邊 生死 界 即涅槃界 即涅槃界 因為 因為這邊的話 菩薩他以正道空性 對不對 他就不會再分生死界 涅槃界 他都是一如 那生死本空 涅槃也空 對不對 所以說 生死 生死界 也就是涅槃界 生死界 也就是涅槃界 都是空的 對不對 生死 生死本空 涅槃一空 生死就是涅槃 生死的當下就是涅槃 他不需要離開生死界 也不需要離開 涅槃界 他生死 涅槃 都是空 當下 當下就是 寄 寄就是相等的意思 寄的大概可以看 那個文字 中國文字 寄空 寄甲 寄中 就是說空 寄就是等於 等於空 等於甲 等於中 這樣子 這樣子比較好寄一點 很多東西 就是說 這個架構要清楚 架構要清楚 架構要清楚 然後那個 有一些名詞要背 就對了 那個 那個不能搞錯 那個放在哪裡 站在什麼地方 不能搞錯 搞錯的話 就整個就亂掉 就 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這樣子 大概 這個情 這是大約的情形 那這個 那這個 這邊的 一針法界 就是這個 這是 這個叫做 菩薩道 這邊的別教的 他專門講菩薩法 專門講菩薩法 就好比像那個 像那個大寶基金 這個大寶基金 它就是整個都是講菩薩法 那就是應該是在別教的經典 別教的經典 它是上求下化的 上求下化的 那這個 它是從 這個 講這個 三觀 這個 國若三觀啟示教的話 就要跟那個 前面的 前面的 那個 五十八教的 連起來 就是華岩 華岩 阿涵方等 菩薩 然後法華涅槃 那這個 講到 這個 等一下再補充一下 這個 這邊的話 華岩的話 華岩又叫做 元頓教 叫做元頓 所以說 有一種 有一種 那個 那個 那個名像 就是說華岩頓教 華岩頓教 頓教就是 它是為什麼叫做粗 頓就是粗跟 本故 它是本教 因為佛說法 說粗 佛粗說法的時候 所以說叫做 本教 它是粗故本故 它是本故 從這樣再開副出來的 才開副出來的 這個 航部次第 是這些 航部次第 是這些 所以它是 華岩頓 它是 原頓教 原頓教 是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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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粗的意思 那這個通常有時候會講 什麼頓教 什麼是原教 大家會搞混 可以搞混 這個頓教是指的華岩頓 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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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都是指的是法華經 法華經 因為法華經 存原獨廟 這是一佛誠 這是成佛之經 一佛誠 沒有 存原獨廟 它是 在這個位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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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位置 所以說 這個一般 這個叫做 這個將是要經過次第的 全教 次第的 叫做戒圓 這叫戒圓 戒圓 那這個就叫做圓圓 圓 戒圓 戒圓跟圓圓之分 這邊是圓圓 這邊是戒圓 戒圓 那還有再提一下 就是說 這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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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空 涅槃界是空 這個很重要 這個空性 這個空性很重要 這個涅槃界就是空性 空性的裡面 它為什麼 它在空氣裡面啟用 所以說 它這個 就是說 它會 它會有一個 大家帶有一個表 看一下 就是體用論 它這個空是本體 空是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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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空而啟用 叫做體用論 叫做體用論 一體而啟用 它有兩個系統 一個是波羅系 一個是如來 如來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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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必須要稍微提一下 波羅這是如來 如來杖 它這個有空有不空 但是波羅系的話 它是空 空波羅 它不利一個本 不利本體 波羅系的話 它是空波羅 它不利本體 不利 不利本體 它沒有那個 沒有 空有 空有 斷腸二肩的問題 它沒有空有斷腸二肩的問題 假如說一如來杖 那個就是 一如來杖的話 它會有 會有空不空這樣子 那個它會有 假如說 假如說 假如說吸下去的話 沒有弄好的話 它就變成那個 斷腸腸腸腸 變成 變成那個 外道的空 變成外道的空 外道的空就是斷腸 就是什麼都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了 那我們的 那個 這個 波羅系的這個空 它是 因緣空 遇到緣的時候 它又陷起 它又陷起 它又生 法界不生 法性不生 就是說生死不生 法性生 可以解決這個生死的問題 生死不生 法性生 他這邊 這個菩薩 菩薩他在這邊 離開生死界 離開了生死界 離開了生死界 生在哪裡 他在 法性生 法性生的話 生在這個 生在這個裂盤界 但是他又不住這個空性 他又不住這個空性 法性生的話是神通 他是神通 他是神通 法性生是神通 他是可以環路三界 度化眾生 可以上求佛道 這是 這個是 因為這個 在小春的時候大家也講過 小春也講過這個 死是什麼 生是什麼 死是 死是生的開始 對不對 生呢 生呢 生就是 生又是死的開始 他又一生就開始往死 死走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是 這是看得見的 這是生死界 那這邊 正的空性的時候 正的空性的是誰 劍道 劍道位 劍道位 這個可能要 要 那個位覺要小的 那在藏教的話 藏教的話 他的劍道位 他的劍道位是什麼 是出國 對不對 對不對 劍道位 劍道位是出國 他斷了 他斷了 三界的建貨 對不對 他正空性的話 是什麼 他是 吳邪衛 四國羅漢 所以說 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藏教裡面 藏教裡面 藏教裡面的話 他是 七賢 七賢七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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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七賢呢 就是 那個 那個 哪七賢 就是 三 三種 那個 外 三個 內反 五庭心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四家行 對不對 四家行 對 然後加起來七賢 那四國呢 四國 七賢四國 四國就是說 出國二國三國四國 一直到 四國阿羅漢 然後在 在菩薩 不是 辟知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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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在 知佛 然後在 在 在 在這個 佛對不對 那這樣總共是 總共是什麼 七個位階 對不對 叫七賢 叫七賢 七賢的時候 他所正道的時候 七賢他所正道的是什麼 七賢 他的佛位 他等於這個 別教的菩薩這是什麼位 別教的菩薩什麼位 七賢 這佛位是什麼 他這邊 七賢這邊好像是這個 佛位是好像是 這邊是已經到了 別教 別教已經到七柱 是不是 對 七賢四國位是 七賢四國 七賢四國位的話 是藏教的 藏教的七聖 七聖這邊是 藏教的佛位 我之前是講的是 藏教的佛位 佛位的話 他等於是 別教這邊是什麼 好像是七柱 對 七柱 對 沒錯 七柱位 這邊等於七柱位 所以說大家 學習的時候 要把這個位階要很多 這邊是佛位 那這邊等於這邊是七柱位 七柱位 那這邊 這邊是 羅漢是住在空性裡面 住在空性裡面 已經正宫了 正宫了 他已經是 那個 賢位 已經 羅漢已經是聖位了 聖位了 是四國羅漢再加 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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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不會混淆 才不會混淆 現在是講的是大聖 講的是大聖 大聖就是要先從空性講起 要從空性講起 那全教 大聖分成全教跟實教 實教在此 實教在這個地方 那全教呢 全教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他是見次的 看到全的話就是講到見次 見次 由三觀起世教 大家馬上就講到三觀起世教 界外頓根菩薩聖 這邊就是見次 這個地方的 全教的大聖菩薩的話 他是從見次入圓榮 從見次 這樣是見次入到法界 入法界 入到圓榮 入法界 入法界圓榮 他是見圓榮的 所以說 華盈金裡面最後一品 就是八十華元裡面 他最後一品就是入法界品 入法界品 見次入圓榮 見次入圓榮 所以這件也滿重要的 見次入圓榮 見次入圓榮 那我們再看這個文 他說界外相對界內而言 界內稱為生死界 界外稱為涅槃界 小聖主要權的是界內的法 界內法 以斷反腦正裂反腦 入圓空性無聖實相不受後有 為其終極與究竟 這個是 這個 障通二教他所權的就是 都是界內法 他還有一個界外的法 界外的法 界外的法就是菩薩證的 就是菩薩證的界外法 這是界內法界外法 你看嘛 這個界外他是有 埠上他有利頓一對嘛 然後在界外的埠上他也有利頓一對 利頓的勢力一對 這邊界外也是勢力一對 界外法 界外法 小聖稱為涅槃 大聖稱為空性 空性 大聖稱為空性 所以 那個大聖空性 這個可能 這個沒有時間 請師姐再解釋一下 下面 師姐再解釋 因為空性是不可取正 不可取 就是不可直直 小聖就是直 大聖是不直 這樣子 所以 大聖經 明菩薩法 不說正涅槃 說正空性 而說正而不取 對不對 正而不取 這個很重要的 禪定是菩薩證 是成功啟用 四種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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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今天講的就是 專門講菩薩法 四種菩薩 現在不講身文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 蛇小 小根都不用 小根都不用 那個 蛇小像大的 對 那這個 禪定的話 菩薩障 他這個是菩薩障 大概是 菩薩障不是說 菩薩不修禪定 禪定是菩薩障 不是說菩薩一定修禪定 你看那個六度裡面 不是直接人入精進禪禪 禪禪般若 對不對 一定有禪定 只是說這個禪定 禪定 因為菩薩他正空不祝空 他不能夠住在這個地方 什麼事情都不做這樣子 他必須要去度化眾生 度化眾生 還要去度化眾生 所以說這個菩薩 菩薩障 假如說這個禪定 假如說這個禪定 是指的一般是坐禪 坐禪就是進東的禪 進東的禪是菩薩障 那菩薩修了是什麼禪 是動中的禪 動中的禪 它是度化眾生 就是動中的禪 所謂是禪不在座 但不離於座 這樣子而已 對不對 這是禪 這是菩薩障 它是從空啟用 從空啟用 我剛剛講 這是啟用論 在空性裡面啟用 它是一種神通 神通變化 它剝弱空性 它不利本體 它不利本體 不利本體 那個用的話 既然講到用的話 它就會有究竟跟不究竟之分 究竟跟不究竟之分 那這個究竟的話 究竟的時候 它就是佛聖 照這兩個時候 究竟就是圓融 就圓融 不究竟呢 不究竟呢 不究竟 它是次第觀形 次第觀形 次第觀 次第正 從空啟用 這是禪用論 這邊講到一個禪用論 這邊也禪用論 這菩薩這邊的話 它還沒有正到法界 沒有正到法界 它是 它要怎麼樣去用呢 它是次第的 次第的 所以說 它說 這邊的菩薩說 離開生死界 離開涅槃界 它因為不住空嘛 離開生死界 離開涅槃界 別選一個親近的法界 別選一個親近的法界 所以它叫做別教的菩薩 它是士 士修的 對不對 那這邊的菩薩就是禪善圓中 禪善圓中 圓教的禪善圓中 心中 一心中就圓了 一心中圓 心形也是 心形也是行 對不對 也是行門 所以說 在禪上面 一心三觀 做一心三觀 做圓頓 圓頓止觀 圓頓止觀 在這邊 一心中圓 這樣子 這是菩薩道 這是 這是 都講的是菩薩道菩薩法 這個別教 那這個 這邊也是菩薩道 大聖的菩薩 小聖的菩薩 它有拳 它有實 有拳 有實 就這個樣子 那 大聖主子佔名菩薩道 拳教又稱為方便教 是做次第觀 因此 因此方便赤地 能入真實的圓頓 法界佛聖 假如能夠從這邊 那個 如果赤地 然後入圓頓 赤地圓頓的話 那就入法界 那就入法界 這個整個 這個 它別教 別教的位階 在這個地方 別教的話 它的位階 那個 站在這個地方看 站在這邊看 然後就知道 怎麼樣看這個經典 好 那個 今天就上到這裡 好了 各位 各位知識 各位大德 各位善知識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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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放著 那 今天第二個小時 是 由我負責 來分享 這個 我們共學的一些 學習 那 我今天負負責的範圍 是在 89頁 上欄 上欄 我們上一節是講到12行 那我今天是從上欄13行 那我今天是從上欄13行 要講到90頁的上欄15行 那這兩個部分 這個第二 我負責的範圍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是他解釋這個別教這個別 它的意義 這個重點在文裡面是從13行到20行 上欄這個13行到20行 這個裡面它的文 這個文的部分 是在解釋這個別字的意義 那在第二個重點呢 就是後面這個部分 從89頁下欄第一行到90頁上欄的15行 這個是為什麼叫做這個別教 那不明不共教 為什麼不教不共教而叫別教 這個是我今天要分享部分的第二個重點 那這個第一個重點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我們先做一個溝通 因為別教這邊就是說起來 前面從藏教通教累積到別教 有很多這個內容細節了 那要把這麼多細節做一個架構整理 我們在上一堂李師兄已經有跟我們做一個簡單的這個介紹 那我這邊先把這個別教部分 它這個別的意義 別它有兩個內容 一個是不共 一個是個別 那不共的部分 我們目前就是說已經來到這個別教 我們可以把自己就當成這個別教的行人 那當你往外看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在看前面是藏教跟通教 後面是原教 後面是原教 所以這個不共的部分 它是往外 我們是行人 是往外看的 它是跟他教的比 那他教的比的話 他又分前跟後 前的話是指藏通二教 後的話 後的話 它是跟原教比 那在比較的時候 他 我們在講不共的時候 當然是先講他這個不共 這個別教 這個是前教 我們會把他別教的特點 還有前教就是藏教跟通教的特點 他為什麼不共的地方先寫出來 那在這個原教的部分一樣 也是有他的不共 別教的特點 還有這個後教的特點 就是原教的特點 我們會做一個比對 這個是往外看的部分 跟其他的教比 那我們行人 往內看的話 往內看的話 自己當教 當教的特性 當教的特性 那他別教 當教最大的特性 就是個別 那關於個別的部分 我們在這裡可以先做一個說明 個別的部分 因為別教 因為別教主要是講次第型 它主要是有次第三關 那他這個個別主要的內容就是說 表現在時間還有空間 因為次第的話 其實有許多相當的名詞 次第就是表示方便 也表示權 它不是實 它是方便有次第 就好像我們人在登樓梯的時候 或者是建築建構樓房的時候 都是要一階一階往上爬 一樓二樓三樓往上蓋 這個是循序漸進的 它表現在時間方面的話 我們分成兩個部分 來表現它的次第 時間是重的 它表示它的先後 空間是橫的 是表現它這個像的不一樣 次第三關 時間它前後不一樣 我們在做次第三關的時候 必須先做空關 空關斷了劍絲 正了空關以後 再做假關 假關主要是斷沉沙 我們沉沙斷了之後 入法界 再做中到第一關 在這個過程裡面 別叫它是正了以後 再做下一關 那前面的關如果沒有正 我們不行做下一關 一定要先關後正 然後再關再正 在別教這邊 我們的文最重要強調在這個正 當然正之前要關 可是一定要經過正以後才到下一步 這一點是跟這個原教的一新三關 最大的差異 原容關 原教那邊是原容關 這邊是次第關 這個不是關於這個時間的部分 那空間 主要是強調它這個像不一樣 這個三關的像不一樣 空關不同於假關 假關不同於中到第一關 三個關的這個內容 個別不一樣 那它所在的這個界內 界外 法界 這個也個別不同 那我這個是先在這個大意上面做一個敘述 另外我們在這個別教的行者 那它一般是你如果已經到了界外 代表空關已經正 因為次第三關裡面 從假入空關這個部分 在界內部分 我們前面 藏教跟通教 已經講了很多 那藏教通教的行人 他是正到空性以後 駐空 以不受 以正空性為終極究竟 不受後有 他正空駐空 那菩薩這邊別教的行人 他因為 也能見到不空 可以從空啟用 所以他就是已經到了界外 他的空關已經正了 那在這裡 別教最主要是要講假關 那 所以從空入假 這個空 是代表出時間 那這個假呢 就是指種種的失色方便解脫道 因為他正空不住空 環入三界 要下化終身 要入道世間 他學種種的這個解脫道 那他這個 要行菩薩道 一定要先出時間斷煩惱 自己已經正得空性以後 再環入世間 去利益終身 那菩薩道 兩個內容 一個下化終身 一個上求佛道 那 因為菩薩聖主要是表現利他 所以他的重點 是在假關 所以次第三關裡面 他大部分的內容 都是在講假關 那下化終身的目的 在上求佛道 雖然在講假關 他下化終身 最終的目的 要上求佛道 所以他是文在假關 義 他的義在中道第一關 最後他還是要入道佛聖 以入道佛聖為究竟 好 那 再來這個部分 我們剛剛是已經解釋到這個 別教這邊做一個初步的認識 至於跟其他教的比較 那在這個比較之前 我想對四個教 包括剛剛上一堂 介紹過的這個內容 我們再做一個簡單的敘述 就是說別教這邊最主要是大聖 大聖跟小聖不一樣的地方 主要是能不能用 所謂的用就是利他 那能不能用 這個就是從空性開始講 正得空性從空起用 大聖是從空性開始講 小聖這邊是以空性為終點 終極究竟 葬通二教的行人 正得空性以後 他就不受厚有 這個界外呢 剛剛有講過是講體用論 因為界外是從空起用 講體用論 界內不講用 體用論這邊就是一體起用 體用論這裡就是分兩個 一體起用跟體用相及 這個體用論 這個體內就是理 就是代表空性的 正得空性的理 這個空性起用 一體起用 那一體起用的話 又分兩個 一個是離用論 一個是原用論 這個分別屬於兩個系統 這個是如來臟的系統 這個是中關波的系統 如來臟系統 它是原如來臟起用 那這個中關波的系統的話 它是離用論 就是離開生死邊 離開涅槃邊 別顯一個清淨的法界 它這個是不利本體 這個是有利本體 這個是一體起用 那這邊原教 就是說體用相及 生死及涅槃 這邊兩個體用是不相及的 這邊原教是體用相及 所以這個是大致上 體用論的內容 當然它細節 大家先知道一個名項 如果要再深入的去探討的話 我們後面還有機會 那事實上天台中這邊 我們在十五獎金的課程裡面 或者是我們自己演習的課程裡面 會不斷不斷的碰到這個同樣的內容 那你每次看到 從陌生到熟悉到最後能夠入他的禮 這個都是有很多次的訊息 需要時間 那每次我們只要有去這個深入的話 都會有多多少少有收穫 那有這些收穫的累積 長時間下來就很可觀 那戒內呢 戒外這個大小聖 我們上一堂這邊 戒內有利根跟頓根 那戒外呢 所以戒外就是以這個為分戒 戒外就是正的空性 在三戒以外 這邊還沒有正的空性 還在戒內 那戒外有分這個法戒 為了區別有佛聖的話 那戒內這邊 藏通二教剛好是這個頓根 這個是利根 戒外的利根呢 是哪一個 別教 然後原教是利根 別教是頓根 那利頓二根 一般頓根是用四項 因為頓根的人他需要看得到四項 那利根的部分就是從里 從里入 小聖是這邊 小聖是這邊 是這樣子 那在大聖這邊 一樣的 這邊是頓根 從四 剛好有一對 剛好有一對 可以互相做比對 那我們現在講到別教 我們就可以跟藏教 在大小聖的這個四項說上面做比較 那做比對呢 你就能夠凸顯出這個大聖法 跟小聖法 有什麼這個功德 有什麼利益 不一樣的地方 他殊勝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可能也是師父 希望我們從別教這邊的遇習 能夠先做一個切入 我們知道這個四個教 他都有他的一個重點 我們藏教是在破世間 破凡夫 我們這個藏教這邊 比喻上就好像一個人 餓了三天來找你 那你希望幫助他的話 我們不是先跟他介紹工作 或者是最重要的 他已經餓了三天 我們先要解決他的民生問題 這是先要帶他先去把肚子吃飽 那藏教這邊 因為他生死煩惱 見失或沒有斷 他最重要的這個問題 就是要先把煩惱生死的這個問題解決 那通教這裡就是破藏教 因為藏教這裡是就是說 要斷煩惱 斷生死 正入一個涅槃 那通教這裡是說 世間本來就無身 這個禮 眾人員所生法 實相信空無身之禮 是因為是眾人員所生 所以實相信空無身 諸法本空無身 所以這個本來就無身 這個通教是為了破這個藏教 那到了我們這個別教 藏教跟通教這個小聖 正得空信不受厚友 其他的事他就不說 其他要做什麼事 他沒有說不說 那正得空信以後再啟用 這個就是別教這邊 開始要發揮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一步一步這樣子 那五個十 這邊同樣的就是說 方等這邊 我們在歐函這邊 正空信以後要做什麼不說 那到方等的時候 我們主要就是要勸發菩提心了 那方等這邊 探邊四角 探道包圓 這邊到般若時的話 就是別教這邊 所以我們現在講別教 主要是講行菩薩道 主要是講行菩薩道 發了菩提心以後 我們就是開始要行菩薩道 那這邊我想就是說 也把這個師父過去做的一個譬喻 就是說 身文聖 菩薩聖 這邊我們就是他做一個比喻 就好像就是說 世間人我們剛剛開始 大部分都是沒有錢 我們在世間的話 就是先教你怎麼樣去賺錢 那錢等賺了錢以後 進一步再教你如何來計畫使用 帶來利益眾生 那頓根的身文人 一般賺了錢以後 以他的法醫商來講 就是他只會存起來 他不會用 他都放在銀行裡面 即使說這個生了病 肚子很痛了 他還是這個捨不得坐計程車 還要等公車來 那這個禮拜五啊 禮拜六啊 因為沒有開的時候 這個平常門診沒有開的時候 他這個還是忍著 等到禮拜一 上班的時候再去掛號 就是說他雖然有錢 這個可是他不會用 那菩薩這邊呢 他就是比較利根 他賺了錢以後會使用 那使用這個部分 那佛聖這樣子也應該還不算究竟 還有一種更利根的人 他雖然沒有錢 那他也去賺錢 但是一邊賺錢呢 他也一邊計畫善用錢 那佛聖的行者就像說 雖然沒有很多錢 雖然沒有很多錢 但是一樣會先拿出一部分 先去利益眾生 將來有錢的話 甚至可以拿更多錢 那事件上 我們一般人 在沒有錢的時候 或是有一點錢的時候 就開始拿錢利益眾生的人 比較多呢 還是都是要說 等我賺夠錢 存起來夠多的時候 才去利益眾生 所以 由這個地方來看 就是說 一般的根性 是頓根的居多 及時行善的比較少 這個是 我所聽過的事物 在這個上面的一個比喻 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我們繼續再講這個 剛剛是講到這個別教這邊 個別他當教的特性 在這個部分我們先講 至於這個比較的部分 跟前面比較 別教 障通這邊 他不共的部分 由我們前面的這個 復習的話 我們知道 別教這裡 是主要他是講戒外法 我們這邊都是一個略說 因為如果說的太細的話 可能原來的焦點就會模糊掉 那這個前教就是障通二教 他這邊講的是戒內法 大家有一個觀念 那戒內法跟戒外法 就是主要的差別 就是一個 著空一個不著空 一個能用 一個不能用 那在原教不共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是別教 他是次第三觀 那後面的教就是原教 原教是屬於原容觀 也就是說一心三觀 他觀眾因緣所生法 極空 極甲 極中 那在別教這邊 剛剛講過 是一體啟用 在原教這邊是體用相極 那同時也有一個名詞 一個是別教這邊是屬於 彈宗 彈宗 漸圓 那在原教這邊是圓圓 是屬於圓宗 這個是法界觀 可能我們先簡單的做一個這樣子的區別 就是說架構 那我們這文裡面 他當然會就是說講的比較 前後會講的比較雜一點 那其實理上 輪廓上 結構上面 只要大家了解他這個前後的比較 我們這邊是在講不共 所以我這裡只列不共 事實上別教跟前面比跟後面比 他也有共的地方 這個我們後面再插上去 這個是他在解釋 就是為什麼你要用別名 不用不共名的時候 我們會說上這些 把這個共的部分帶進去 因為他不是只有不共 他也有共 他跟前教比也有共的地方 跟後教比也有共的地方 那因為我們現在在講這個不共跟個別 所以我們這裡先列不共的地方 那現在我們就先入到這個文裡面 上欄第十三行 我們來消文 所謂別乃不共義與個別義 就是別的主要內容有不共跟個別 從十四行到十八行這個是在講不共 不共義者不共前仗通二教 不共後援教 這個我們剛剛圖表上面 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個是往外看 不共前仗通二教 別教呢 葬通指明戒內法 戒內法 入正信空無聲 為終極究竟 不受後有 斷生死 正涅盤 這個是不共前仗通二教 那別教不共後援教的部分呢 援教是明法戒法 那別教這裡是在明戒外法 所以法戒法跟戒外法他有不共的地方 那他進一步把這個不共後援教者 再講詳細一點 他別教是全次第 如果論中道實相的話 他又帶方便 而且但中不同元中 所以這個就是大聖分全教跟實教 全教別教屬於全教 全教是有次第的 那他最後還是要入中道實相 可是別教的行人不能夠執行大道 他虛假方便 須做次第觀 來入圓中 所以這個是屬於彈中 是次第的 剛剛我們另外還有一個 除了三個圈以外 還有一個圓圈的 這個就是直接做法戒觀的 這個是表達圓教的這種觀念比較清楚 這個三個圈 事實上是在表現圓教的次第 做空觀做假觀中道觀 這個是彈中漸遠 這個是直接圓圓 好到十九行這邊的話我們就是個別 別教全次第型 時間前後次第格力不同 這個前面這一句在講時間 空間三觀像三觀的像 個別不同 這個剛剛在講空間分成兩個 一個重的一個橫的 反正牽涉到次第的部分 我們都可以用這個樣子 重的跟橫的來解釋它 那到這個地方呢 是別他的本身的意涵 那在夏蘭這邊開始呢 他先引了一段這個智者大師 在釋教義卷第一的文 別教既然不共二聖 為何不明不共教 而明別教呢 智者大師的解說如下 下面這個是一個了解 就是他在文中提供一個問題 然後來解釋這個問題的答案 這個是從這個黑體字這個部分 到夏蘭的第六行 這個是原文 問曰何故不說為不共教 而做別教之名 為什麼他不教不共教 要另外把它叫做別教呢 那答曰智論明不共般若 大智度論 他是在講這個大小聖的不共般若 即是不共二聖人說之 二聖人就是藏通二教這邊 聲聞原訣 他這裡的意思是在想說 他完全是在講界外法 他不共般若 如不思議經 不思議經我沒看過 那我的了解他是屬於華言部 我基本上是把它當作這個華言經 這個裡面同一個系列 我們知道華言經剛剛講是圓間別華言十 他專為界外的法身大事 專為菩薩說 那這裡先是講說大智論是講界外法 那經明別教如說方等大品二聖共文 那這裡現在我們別教 在講別教的時候 是用方等跟大品 大品般若經 這兩個經裡面呢 因為他的二聖是共文的 我們在法義上面 三人同聽菩薩獨禁 他這個是就是說 波羅經的時候 這個是二聖行人是同在一起聽的 那而讀教菩薩就是說 只有菩薩能行 讀菩薩法 顧用別名 而可能文藝方面 可能是說一個二聖有參與 一個二聖沒有參與 這個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子 這個我想可能大家參考一下 那監獄減非原教 亦別雖然亦通 尤世未原之名 就是說這一句話就是說 在講說別教菩薩 他我們剛剛前面講 跟前面 藏教通教不一樣 那他屬於界外 可是他做的是赤利官 雖然也能夠入到法界 但是他跟原教的 這個還是有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想我們就是把這個文藝 可以稍微做一個解釋 那這個是原文 下面呢 是解釋這一段原文的說明 他用四點 上面問答中至者大師用四點來說明 不可以用不共教 而應該用別教明 用四點來說明 我想這個應該是師父這邊 提出來的一個分析 這個四點呢 第一個是依法說 第二個是依人說 第三個我想這個黑字 從九十月上來 第七行 依人法共說 再來是 第九行 那我們就是跟著他這個文 先把它了解他的內容 到最後我們可能一點時間 再歸納一下 裡面的一個總和的一個結論 依法說這個部分 至者大師用共不共般若 就是共般若跟不共般若來說明 那共般若就是空性共通大小二聖 障通二教 所以這個地方就有提到了 這裡除了跟障通二教以外 他還有一個共 還有一個共的部分 共的部分就是空性 一個以空性為終極究竟 一個從空性啟用開始講 這個是他共通的部分 那不共般若 他是全不空 不空一直在化他菩薩道 故不共二聖 不空就是啟用化他 那二聖正空助空他不能用 這是不共的地方 但是菩薩還是有別緣二教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他就不教不共教稱別教 界內雖然有菩薩聖 但是不明別理不入法界 界內他三聖行人一樣有 藏教的菩薩他不斷煩惱 通教的菩薩他開始斷煩惱 可是他們我們在這個 藏通二教小聖他沒有到界外 所以他界外的理 他是沒有辦法了解的 那更不用說法界的 那關於這個世教 我們這個菩薩行這個部分 菩薩在這個壽生三界 天台世教儀這邊 就是佛為世教的根性 壽生三界 因為菩薩他要下化眾生 一定是要在三界 才有眾生可以化 那藏教這邊他的壽生 因為他不能斷煩惱 斷了煩惱以後 其身就要正果 正果以後就不壽厚有 沒有辦法再回到這個三界 來度化眾生 所以藏教的菩薩 他是流禍論身 那在通教這邊 他是斷結 寺願受生 在別教這裡 是屬於法性 神通受生 原教這邊 是法生應生 那這個大家 對於這個文字的內容 可能學到的部分 我們先了解 那還沒有學到的部分 將來還有機會 深入來講 那施交易上面 他在教官崗中這邊 對這四句話 也有進一步的示意 這個慢慢的 大家都可以再深入去了解 那再來呢 我們依人說的話 方等大品經中 三人共聞 二聖能知不能行 菩薩能知能行 菩薩能知能行 我們知道這個 在波爾什 別教這邊 他的意趣宗旨 大家 如果過去聽過的話 複習一下 沒有聽過的 我們先就是 三人同聽 這個三人同聽 這個三人同聽 是哪三個人呢 聲文 圓絕跟菩薩 那他們聽的是什麼呢 三人同聽 他這個是在波爾時 所以他聽的應該是 波爾的 波爾經的會上 聽波爾佛說 波爾 那菩薩獨境 在這個 為什麼只有菩薩獨境呢 他這個獨境是表示什麼呢 獨境就是表示 只有菩薩能夠行菩薩道 其他的二聖行人 沒有辦法行菩薩道 在法義上面 他用兩個名詞 來代表這個 意趣宗旨 第一個是淘汰 第二個是融通 那淘汰 是說明二聖行人這裡的情形 那融通 是說明菩薩的情形 那淘汰這邊呢 二聖行人 他根本比較頓 前面經過這個歐寒 方等 的調手以後 他能知能信 不能行 不能行 因為他不能行 所以他沒有辦法得到利益 所以稱作淘汰 這個淘汰是自我淘汰 不是佛淘汰他們 不是佛淘汰他們 因為這個同聽佛的教話 佛的說法 那他不能行 那不能行的原因 我想之前師父也有講過 很簡單的再提一下 第一個 他的發心 是出離心 他的方法 用的是滅盡 驗禮 三 法門是不進觀 是術習 他跟不樂眾生 是眾生 如焉家 三界 如牢獄 沒有辦法 跟眾生絕緣 行他的菩薩道 就是小聖經 裡面 他的法義 說正出國 以後 很短的時間 就要 出三界不做厚有 跟行菩薩道 三大阿森洗劫 比較起來 他快多了 同樣要斷人 斷生死的話 行菩薩法 困難很多 那在大聖經中的話 我們有這個定性生文 定性圓訣 不成佛 還有無性凡夫 這個部分 這個是不能行的原因 那 從文這邊來的話 方等大品經中 三人共文 二聖能知不能行 而菩薩能知能行 二聖智智慧頓故 我剛剛融通的部分還沒講 就是立根的菩薩 他能信能行 但是 不能執行大道 他虛假方便 在界外來講 他跟原教來比 他還是頓根 虛假方便 由次第入真實 不容相於容 他最後還是要入到法界 文這邊 可能就是 經過這個解釋以後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走過去 方等大品經中 三人共文 二聖能知不能行 而菩薩能知能行 二聖智慧頓故 經過方等調熟 心相提性 但菩薩會上 以素習因緣和意志力雀弱 不能行菩薩道 知而不能行 知是因為 所以這個常常 這個虛不敵 在般若會上 常常代表身文人 幫佛 為出發心菩薩說般若心 所以他一定 是能知 他才有辦法 代佛說法 那不能行不得意 稱不備化 為淘汰 不是佛 不為二聖行人 翻過來到九十頁 說菩薩道 菩薩智慧猛力 能信能解 意志力強 能行菩薩道 故 為佛所化 能行菩薩道 以示故說佛 獨化菩薩 但是佛 不是不化二聖 故說三人共聽菩薩 獨盡 讀菩薩法 然別原二教菩薩 都是能行 是共 都能用 所以雖然不共障通 但是共原教 雖然共原教 但是事理二教皆義 所以不教不共教 而稱別教 所以在這邊 原教的部分 他也有共 他的共 就是說他都能行 都能用 只是差在究竟跟不究竟 這樣子 那第三個 依仁依法說 這一點是 總和前面的內容 那四 約巡旅說 此約事理次第 名別教 以檢別 非原教 原教是不次第 原容官後當說明 這個在後面原教 我們會進一步做法義上面的示意 別教的別 也解釋隨別不同之意 所謂別前障通二教 因為此教獨批菩薩 不設二聖所修 又別後者原教 跟後面原教不一樣 為此教所談法門形象 隔離次第 而不原容 所以稱別教 在文字方面 我想可能隨著大家 對法義進一步認識的話 對文字的內容 會有更多的了解 那上面這邊 為什麼叫 為什麼他要叫這個別教 不叫不共教 我歸納有三點 就是說 他們跟前跟後 別教跟前跟後比 雖然是不共 但是也是有共的地方 我們剛剛從這個地方分析過 所以你光用不共沒有辦法代表它的法義 事實上它是有共的地方 這個是依法跟依禮來講 第二點 這一教 別教 是三人同聽 二聖共聞 所以 不是 只有對菩薩講的 是菩薩法 可是 是同聽 是自我淘汰 二聖還是有共聞的 這是一人講 第三點 就是說 他在講 不共二聖 但是進一步 他跟原教 也有差別 有全十二教之別 這個是歸納的三點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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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大家的參與 共學 我把這個定義為共學 因為我們也是學生嘛 因為師父不在 我們一起來分享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很多的觀念 也許會很模糊 那沒關係 就放著 在那個八四田中有這個種子 然後慢慢慢慢還是會重複的一直在講這些東西 然後繼續的來溝通 我們來釐清我們的觀念 所以我們強調的這一個課 就是從法義的溝通 來分享 我們相互的學習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成長 一起來提升 可以的嗎 好啦 可以啦 那剛剛就是已經講到這個 李師兄跟廖師兄 他已經講到這個90頁的第15行嘛 那我墨學先生從90頁的上面16行開始 我會講到 我不知道時間夠不夠 也許照計畫會講到91頁的上南第9行 那這邊只要的是在講北教的特性 還有北教跟 就是北教就是波羅斯嘛 然後他就是跟華原史 有什麼相同跟不相同的 那現在你知道我們 我們現在北教是站在這個地方 我們站在這個地方 恭喜大家 你們從師父講到那個 藏教的聲文而已 你們超立根 現在已經站在這邊 真的就是很厲害 那雖然有時候會 觀念有一些不清楚 就是慢慢慢慢 這個都是會一直重複一直重複 像師父一直講 五十八教啊什麼 如來欲去中止 他一直講我們一直跟著念 到最後就是會背 自然就會背起來 那今天我們只要講是北教 北教這個地方只要的觀念呢 他是大聖 他這邊有沒有斷煩惱了 已經斷了喔 這邊已經斷煩惱 所以大家現在都去斷煩惱的菩薩 然後就是講這一個地方的特性 那現在就是在 大家看到這個 九十月的上面十六 我也許不會消聞 因為把那個裡面的那個點提出來 他說 第十六行他說 北教只要全界外之裡 亦界內 所以別前二教一之 但北一原教則難民 剛剛這個前面都講 就是剛剛很 為什麼叫不共教啊 為什麼叫北教啊 其實我給他簡單的說 因為法師每次都說 我們中國人就是比較有內涵 他故意寫一些讓我們 給你腳來腳去讓我模糊不清 其實給他提出來呢 那只要他的不共呢 就是不共前跟不共後 那自己要個別就三樣就解決了 不共前面障通 不共後面的原教 自己又不一樣 自己要獨別嘛 那有格力不同 三點 然後你們就可以看這邊有很多 如果再講下去就會更多 把三個架構弄起來 跟後面跟頭前不一樣 跟後面不一樣 自己也不一樣 自己也不一樣 所以這樣就可以解釋 這個不共教跟別教 我們知道這個是菩薩聖嘛 所以我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菩薩聖是難行的 你們同意嗎 所以佛說呢 我觀大地眾生 這花菩提心 然後呢 大部分都躲在二聖 因為菩薩道 其實是真的很難行 那知道這邊是我們不可以在這邊 其實是假裝我們在這邊 因為我們都沒有斷煩惱啊 對不對 這邊是說把它當作我們在已經斷煩惱了 那大聖經平常呢 他都會說 不會說你要斷煩惱正內盤 因為前面都已經斷了 他這邊講的菩薩法 他也不說正內盤 他只是說如何 菩薩如何利益眾生 他如何在那個 就是他不會說斷煩惱 那只要呢 這是我們知道小聖 他都會說正內盤 性空 《奧環經》裡面都說性空 內盤 那個大聖一定都是空性 從大聖的角度來說呢 說小聖他也是說正空性 我們這邊只要是說菩薩呢 他只要的一個 他的原則 他是已經正到空性才可以來到這邊 所以這邊只要說 他是讀菩薩法嘛 他也不是前面的二聖 也不是後面的圓教 他讀菩薩法 他是已經正到空性 然後他不至空 他還入三界度化眾生 對不對 他只要的是這個地方 他不住空 等一下還會講到說二聖為什麼他住空 他有法職 所以呢 他的見師傅已經斷了 他入三界沒有明文力養 他可以發大心 他可以遊戲神通 大做佛事 而且遊戲不會累嘛 對不對 樂此不疲 對不對 然後剛剛我們講 剛剛有說 障通別人各個菩薩 那別教的菩薩呢 這邊的菩薩他是怎麼樣的 有一個就是什麼 法性神通受身嘛 對不對 就是可以把前面又拉出來 他是法性神通受身 所以他可以利用神通來度化眾生 然後呢他我們凡夫呢 五欲是 我們的五欲是毒蛇耶 OK 那菩薩的五欲呢 他是聖妙功德 因為凡夫 五欲會被明文力養 然後他被明文力養所牽 那菩薩他不會 他已經斷煩惱了 所以他是玩弄蛇 他不是被毒蛇來咬 OK 所以古德 這邊有一點很重要的 就是說 有人就叫你一直去發心去發心 可是 我們沒有斷煩惱的凡夫 也可以發菩提心 就是說 我們要以智力為主 以利他為輔 然後古德就說 我們要隨緣度眾生 我們不應該去擁抱眾生 你去擁抱眾生 就是 被眾生度去 有道理嘛 所以呢 學教理 讓我們頭腦清楚一點 不會盲目的 人家叫你去做 你不會游泳叫你去跳 就是去救人 你也跳下去 這樣 慈悲是要有智慧的 不能夠這樣的做 所以呢 因為菩薩道難行 所以佛呢 他在經中一直在 讚嘆菩薩 他一直在 說菩薩的功德 他一直在為菩薩加油 你在加油 你在加油 所以我們的 那個 就是金剛精 不是說 佛呢 善互念之菩薩 善互子之菩薩 所以 佛就一直在 互念的菩薩 好 這邊是前提 我們把這個東西 講清楚 這邊是以前斷煩惱的菩薩 是 從 從空入假 從空入假 那三關你們都知道嗎 第一個 從假入空 第二 從空入假 然後中到第一關 中到第一關 等一下我們再來玩這個遊戲 那個好玩喔 下面就是上面的第 你看 嗯 第十六行 好 這邊 我們 一般的 經論都只有 界內跟界外 他即使這邊 我們分了 界內 界外 法界 你如果去看經的時候 大部分都說界外而已 這邊也在界外 這邊也在界外 因為師父他慈悲 怕我們學習就是方便 所以把這邊法界 我們弄起來比較清楚 才不會更模糊 我們現在再講一下 別跟原 他說 別與原教則難明 其實也差不多啦 他其實剛剛有說相同的 對不對 別教跟原教 剛剛跟張通也講過 就是別教跟原教的 不一樣呢 他 別教他也說三帝啊 什麼叫三帝 你們知道嗎 真帝 俗帝 中 中到 就是中 中到第一帝嘛 那二帝呢 就是真跟俗 我們把這個觀念 稍微就講一下 那他別教也說三帝啊 對不對 對 那原教呢 他也是說啊 三官三帝都有 可是為什麼 你是究竟我不究竟 我們慢慢會溝通下去啦 好 那 他 別教跟原教的不一樣哦 他是次第的三官 剛剛有嘛 有溝通嘛 他是次第三官 講很多次啦 而且他的次第三官呢 他只要的字眼是正 一定要正 那原叫他官 那原叫他官 你看的字是不一樣 可是他就是一個原一個別哦 別教他一定要正 先從 因為他這邊是 從空入甲關 對不對 你不能夠跳起從 從空入甲 你前面 這個甲關之前 你要先正空關才可以 才可以來從 從空入甲 所以他開始就是次第三官 就是從 甲入空關 斷了什麼 見師負 對不對 然後可以正空關 正了以後 才可以下一個甲關 就是從空入甲關 斷了什麼 沉沙 正了甲關 才可以做中到第一官 就是 他只要要正 那原叫呢 他只要官 他沒有說正 因為他 就是重因元首生法 所以即空即甲即中 那這邊有一個就是 剛剛那個次第官 又是這種語音講 我就不用再講 原教他直接說 法在官 法在官又叫做圓榮官 叫做一心三官 中到第一義官 還有叫做圓頓子官 他這些名相很多 可是他都一樣的意思 他是官不正 他是官 眾因元首生法 即空即甲即中 他三帝是圓榮的 他中那個甲關的時候 他也包括 就是那個空關跟中地 他一個就包括三 他是包的 就是說 師傅舉的例子就是 你農我農嘛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就這樣 他原教只要是破無名 他中間沒有說要先斷什麼斷什麼 可是呢 他在破無名之前 他的劍師跟塵沙 他自然的就破了 他根本沒有想要破 可是他自然就會破 那這邊就是有一個 那個舉例嘛 就是那個 我覺得這個舉例不錯 我常想要用他 因為那個地觀大師 他的天台式教語裡面 有一個那個野鐵的例子 現在講的是原教 那個 那個 有那個野鐵的師傅 他不是在野鐵呢 然後他只要的是要沉氣嘛 他鐵一直燒一直燒一直燒 他只要做成他想要的氣 對不對 他中間他在燒燒燒的時候 他那些雜質他自然就掉落 就等於他中間掉落的這個雜質 就等於原教的行人 他一心想要破無名 可是在他破名之前 他這個會自然掉落 就像這個例子一樣 所以這個野鐵的師傅呢 他中間他掉了那個雜質 他也不會說 好高興喔 已經那個雜質都掉了 他只要無名被破的時候 氣沒有成的時候 他一心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是原教跟別教的不一樣 他直接到目的地 他中間他自然 他就會那個破 就是斷那個劍師跟塵沙 力破無名 他只要直官 他是赤地官 OK 這邊可以嗎 我們剛剛有說這個 障、通、肥、圓、圓 他是我們這邊是 藏教是破什麼 不是 他只要在破凡乎外道 這邊 他又破 又利 對不對 藏教只要是破凡乎外道 那 因為藏教是破凡乎外道 那通教呢 破藏教用什麼來破 他用理來破是 OK 那別教呢 他在破這邊呢 用什麼來破 他可以用 他們不能用 那原教呢 他究竟能用 他去破 他不究竟嘛 就是這樣 層層破 層層立 他是 原教是破力對等 那現在 我不一定會需要委員會 時間沒有很多 上面 上面九十頁的那個 上面十八行 十八行 他這邊有 別教的根性 也分為利頓二根 因為 天台家的叛教 他有分利頓二根 通常利根的行人 他會做 他是法行者 對不對 那頓根的是信行者 我們以前在教官的時候 有講過 那這個 他的這個利頓二根 他是當教 他天台家 趴有利頓 例如說天才生 他可以跳極 那他中他不會 他中他 你是界內 永遠是界內 界外永遠是界外 界外永遠是界外 法界永遠是法界 所以 他可以跳 例如說 像你們今天就跳了 對不對 從藏教的生文就跳到 別教來了 你們是超利根 那這邊就是要講到這個 我們先講頓根 因為這個地方有 淡宗跟園宗的不一樣 而頓根的行人 我們在別教裡面 頓根我們稱為淡宗 淡宗 你看到這個淡宗 你要知道這個是 在別教在假觀 當中我們就會唸 就是你們會唸就一起唸 就是離開生死邊 離開內盤邊 別顯易清淨的法界 他離開生死邊 是不同誰啊 不同凡夫對不對 就是站在有的一邊 那離開內盤邊呢 他就不同二聖 就在空的一邊 他要離開空跟有 他能夠顯示他的那個 他的宗 表示他必須依靠著 生死界跟內盤界 對不對 他要依靠 有所依 所以他不圓滿 這個不圓滿 就是對圓教來說是不圓滿 不是說對我們 OK 所以他這個淡宗呢 他不是真正的宗道 淡宗呢 叫我叫淡宗 他的字也是有那個 他淡宗的淡啊 他是不是 淡宗只是一個宗 他不是真的宗 不是真的宗道 因為他是不圓滿的 還有淡宗還有特性呢 他 淡宗的這個北教的行人 他其實也知道 把這關 可是 他不能夠 就是能知不能行啊 我們這裡面 後面會講到 距離不計事嘛 他知道 可是他沒有辦法做到 他 沒有入法界 淡宗主是在這邊 他沒有入法界 所以他 你看他淡宗就是在那邊 可能你們還沒有學到這個 衛階啊 他是在實行跟實回向的地方 他還沒有入到出地 如果入到出地 他就是破無名正法身 就已經入到淡宗了嘛 那淡宗他表現在 假觀 所以他必須有生死跟內盤 他才能夠顯中到嘛 他就是有條件對不對 所以有條件呢 他就有所依 所以他就是不圓滿 這個是頓根的淡宗 那圓宗不用寫了 圓宗呢 他就是立根的 他可以從赤地 入圓榮 他就被圓教所接了 就被圓教接了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行人 就叫圓教的行人 他不是北教的行人 他被接了嘛 你如果說你 天才生你從 你如果說國中一年級 他就跳到高中 他就是高中生 他不叫國中生 所以呢 圓中就已經到 出地 別教的出地 有沒有 入瓦界 那別教的出地 你雖然沒有 可是你可以知道 他是圓教的什麼 出住 圓教的出地 你現在就是印象 有一個圓教的出地 就是圓教的出地 就是圓教的出住 就是圓教的出住 把這個觀念進來就可以了 下面就是九十頁的第三行 九十頁下面第三行 他說別教的特色在於別 剛剛別跟不共都講很多了 此別如解說為不共 他不共還有隔別 自己跟自己又不一樣 所以這個剛剛講 所以我們現在講一講 別教他主要的特色 他不共前也不共後對不對 他本身三觀又個別的獨立 他就隔離三地 隔離三地 他赤立三觀只要是說假觀 淡妝 你不能從空觀開始講 因為他假觀 然後他的基礎必須有空觀 他的條件就是要空觀成就 下面他說 這是說明界外頓根的航部 赤立觀 這邊的別教就是很麻煩 他文在假觀 意在中道第一觀 那文在假觀 這邊假觀他就是 下化嘛 下化眾生對不對 下化眾生他目的要做什麼 上求佛道 所以別教的日言 他是下化上求 等大元教他不是 他是上求下化 這兩個是不太一樣的 很好玩喔 他別教有時候很模糊 他有時候說假觀 有時候又到中道第一觀 那假觀你知道嗎 這邊問題來了 假觀他下化眾生 這不是到到哪裡去 他不至空就到 入三界去度化眾生 他度化眾生 他是誰啊 界內的 藏通二教的行者 他對藏教頓根的人 他所說 藏教法 對通教立根的人 他就說 通教的法 所以 這邊 他所說的法 是不是藏通二教的法 那些會模糊喔 你說的法 一樣啊 你也是我們的法 為什麼你叫大聖 我們叫小聖 對不對 那這邊就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說 好 現在界外 有假觀 現在就是有這邊啊 我們來講這個好了 他界外是從界內從假入空 對不對 從假入空 界外從空入假 這個日野為什麼搬來搬去你 你意思會不一樣啊 好玩耶 這個假就是俗地 那俗地就是一切對峙的法門 港官意思喔 假官 這個假也是俗 也是對峙的法門 他這個空 就是真地嘛 就是空性 小聖叫內盤大聖叫空性 對不對 那這邊界外呢 他這個空也是啊 真地 也是空性 這個假也是俗地 你看到這個字都一樣的喔 港官意思 為什麼 他是智利 他是利他 他是界內 他是界外 也蠻好玩的喔 因為呢 好 這邊有一個就是說 他這個俗地 他這邊是不是智利 那身為二聖人 他智利 他不需要知道很多的法 字段環島就好 他知一法二法就好 對不對 他的對峙的法門不要那麼多 一法二法 可是菩薩呢 他從界外到界內 他要去度眾生 是眾生無量嘛 眾生的煩惱也無量 所以 菩薩要學無量的法門 才可以因病幾藥 你什麼病 他給什麼藥 不能菩薩說 像菩薩像醫生一樣 他只有一個藥 你肚子痛也這個藥 你頭痛也這個藥 那治不好眾生的病嘛 對不對 所以他這個甲呢 他是無量 這個甲是一法二法 他這是無量法 他可以治一法二法 治無量法 這邊有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是很重要 那界外到界內 這個界外的菩薩 他是老師啊 他是學生 他是說法者 他是說法者 他是主 他是客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要說 人家問你界內有俗弟啊 界外又有俗弟 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這樣的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 你看這個對調一下 就不一樣了 也是蠻好玩的 這個我剛剛說 來做個遊戲 所以他主 他是客 說法者 說法者 這樣主要的是這樣 可是呢 你如果看到歐寒經的時候呢 也有無量兩個字 你現在說的無量 是界外的 假觀的菩薩對不對 你看歐寒這邊也有無量啊 為什麼 因為 你們知道可以回答 因為他 一人之一法二法 他很多很多的 就可以 很多很多人就可以之無量法 這無量的不同就是這個樣子 他一人之無量 他就很多很多人才之無量 所以這樣可以嗎 可以溝通嗎 所以那個戒內的他 只要自己斷法 那根本不用嘛 不用之很多的法 因為大聖跟小聖 他有時候名詞一樣 他的意識不一樣 所以你都有法義的 要溝通的地方 你如果不知道法義的時候 人家給你講一講 你說對啊 好像是耶 被講一講好像 我大聖會變成小聖耶 因為小聖人就說 你有我們也有啊 為什麼叫大聖 我叫小聖呢 因為別叫下話眾生 他所說的法是 上通二教的法 你也說這個 我也是這個啊 為什麼你是大聖 我是小聖 所以還有全教他的 大聖經典裡面 所說的法 就是跟小聖法 一模一樣 所以你懂法義 你就可以分別 你會被人家問的說 你大聖裡面呢 說你怎麼叫大聖 你有慈悲心 我們有 你們有發四紅試驗 我們也有 你們有六度 我們也有 所以呢 你被你 你不清楚 你會牙口無緣 你會想說對 都一樣呢 那是不是 奧環經比較短 所以叫做小聖 那這個我們大聖的經典 都比較長 所以叫大聖 所以這個法義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只有法義 我們學法義呢 才能解讀大小聖的區培 所以呢 這個假官 所說的法 是不離開 障通二教的法 所以我們現在的人 是會模糊 因為看經典其實 會很模糊 他說的是這樣 你看那個大 大之之論 大之之論 他前面講的 也是啊 他開始都講 都是體空觀 破細空觀 然後開始到八十幾件的時候 才講到假觀 最後才講到中道第一關 所以你這樣 你就會在看經的時候 你比較會清楚一點點 這邊可以嗎 這邊可以嗎 我如果 可以嗎 可以 我都跟他們說 我如果正到空氣 你要幫我抓回來 還有下面就是 九十月的下面第六行 他說他的三觀 我們就在可以呼吸一下 他的三觀呢 各自獨立對不對 不共不同 這個都講很多次 不共前不共後又不同嘛 那或者不同前 可是後面的觀 必須以前觀為因 對不對 你空觀沒有成就 你不能做假觀 假觀沒有成就 沒有正 你不能做 中道第一關 這個觀念是很重要的 那這邊師傅他有 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說 媽媽跟孩子的關係嘛 我請問大家 媽媽生的小孩對不對 對嗎 那這個小孩是媽媽生的 對嗎 對 那請問一下 這個孩子生了以後 他是媽媽的嗎 上次師傅有講過 我其實回去 我有問我媳婦 我媳婦就答對了 第三點他就說 欸不是 這個孩子生下來以後 他不是媽媽 不是媽媽的 如果孩子生下來以後 還是媽媽的 孩子會聽你的啊 你為什麼叫他去東 他要去西 你要叫他讀文科 他要去讀理科 而且他常常 欸讓你不知道 做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啊 如果說孩子是你的 我的 我有什麼意思 自在 主宰 我可以主宰孩子啊 我可以說啊 你今天做什麼 他就 乖乖的聽話 可是 你們家的孩子 有這樣嗎 你自己當人家的孩子 有這樣嗎 有時候那麼騙媽媽 對吧 就是不讓媽媽操心 然後 我自己做媽媽 我也發覺 哇 確實不知道很多事情 都是他們做了很多事情以後 啊 我覺得我做得很對 結果事隔幾年以後 啊 原來是這樣啊 根本不是這一回事 那個例子我昨天有講 現在不再重複 因為如果是我的 我這個東西 我給他丟就丟嘛 那孩子 不是這樣 讓你不能夠主宰嘛 所以這邊就講到 個別性 多別性 你們印象會很深 就是孩子跟媽媽的例子 那下面就是 第 九十頁下面 十一行 十一行 他有說 二聖人段 下面 第十一行 下面 他說二聖人段 見師 正至涅槃 那大聖位住 空心中 對不對 你這個地方他 斷環島正內盤對不對 他不受厚有的時候 他是住在內盤界 他是住在空心中 可是大聖會說 這個小聖人他是 法職 他是法職 OK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 我們 我們 因為通教還沒有學 我們通教就講到無神嘛 剛剛李師兄一直講到無神啊 沒有生死界 也沒有內盤界嘛 我們通教有一句話要背下來 就是說 觀一切法 要不要寫 文先生你幫我寫 觀一切法 無非是眾因緣所生法 既然是眾因緣所生法 諸法本空無神 你不要講很多事情說 那個是空性 那個是無神 不可以 這個有邏輯就 要寫下來就是 第一季就是說 觀一切法無非是眾因緣所生法 這是世間嘛 他世間要到初世間要重複一下 既然是眾因緣所生法 諸法本空無神 對不對 這個是通教必須要背的一句話 而且這個空呢 還有空非空無有而不實 他是因緣合合要起來 這邊其實可以插掉 那邊可以插掉 那這個本來也沒有生死界就 他說有沒有內盤界 他要住在什麼空性當中 沒有什麼內盤界可以嘛 對不對 也沒有什麼空性可以插 可是奧羅漢呢 他斷見師 他插了空性 他不了解我們這個世間 本來沒有空性可以插 他認為有 他要住在內盤界 他要享受極內的法樂 所以小聖說大聖就說 本來就沒有你到底要住哪裡啊 那這邊就有一個問題出來 就是說 所以小聖說有無常 有沒有 小聖我們就說要驗離世間嘛 剛剛說那個二聖人不能行菩薩 他是方法他用驗離的方式嘛 小聖說要驗離世間 要端煩惱 正內盤對不對 那大聖呢 有沒有說無常 有沒有 大聖有沒有說無常 小聖說無常 大聖有沒有說無常 有 對不對 那大聖呢 他是破了凡夫的場 然後他 去得到一個永恆的無常 所以他也是無常啊 所以呢大聖呢 小聖說無常要驗離世間 那大聖的字眼就說 他不說驗離 他是說不執取 你想要改善不執取 不錯 因為這樣比較快 所以這樣呢 我們 我們這樣這樣說 大聖本來說無常就是說 不需要說驗離嘛 那諸法就本空無身對不對 那我們的貪 稱吃的性是本空 所以五欲也是空 不需要驗離的 所以 世間 有身 這有媚對不對 所以 有身 就會怎麼樣 有死 要有一個問題喔 所以你碰到親人的死亡 你要 要不要悲傷 你到底是要慶生 還是要慶死 因為生就是死的開始 死又是生的開始 所以呢 師父有教我們說 你如何走出悲傷 還有教人家怎麼走出這悲傷 這樣喔 有一個小聖跟大聖的 就是障跟通 也好玩喔 障教呢 你為什麼會 親人的死亡 你會不捨 你會愛 因為你是對眾因緣所生法 不明 無明嘛 懶生為己 就有愛 有不捨 那我們分兩個一個障教來說 障教是什麼禮啊 障教禮是什麼 生妹 障教的禮是生妹 我們呼籲障教是生妹 通教呢 不生妹 別 無量 圓 無狀 你看我們都有套喔 這個無量喔 這邊有無量喔 你就把它弄在一起 然後呢 障教說 我們說生妹生妹對不對 生是妹的開始 妹又是生的開始 所以我們生 又是死的開始 死 又是生的開始 人死了 就是從這一邊 到另外一個世界去 那你的親人 如果說一直躺在那邊 躺好幾年 那你會想 用他這個破爛不堪的身體 受罪的身體 住在這個地方 不如祝福他 到另外一個世界 換一個新的身體 好像換一件新的衣服一樣 就現在那個建築 不是以前有鋼筋的結構嗎 現在又有鋼骨啊 更堅固對不對 所以我們祝福他 我們以後會在他方相見 這個字眼喔 他方 在另一個世界是他方相見 通教呢 我們現在講通教 世間本來有沒有你 沒有對不對 父母還沒有生我之前 沒有我 我百年以後也沒有我 現在的我呢 是因緣合合 有我嘛 是幻化的對不對 通教 才獻起這個我 這個緣沒有了對不對 人又未回告到 原點 也不是什麼都沒有了 因緣合合他要起 我剛剛說空灰空無 有而不死 因緣合合又起來對不對 所以通教的觀念 我們在空中相見 好玩喔 一個在他方 一個在空中相見 所以這裏的不同就不一樣 所以現在有一個就是小聖呢 他因為要厭離世間 所以他不想入三界度眾生 那大聖呢 他說無常啊 諸法本空無身 一切都是幻化 所以他不需要厭離 他本來就無常啊 華爾本世嘛對不對 不是人天造作 本來就無常 所以 他可以從空啟用 去度化眾生 所以 這個大聖經中 有時候是佛對菩薩說 有時候是菩薩 對小聖人說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 我們小聖會說 我們要化月晚生 我們怎麼說 小聖的會說 你要厭離說婆啊 化月晚生極樂世界 有沒有這樣說 那是小聖對不對 那大聖要怎麼說 利根人 他會說 你要花月晚生啊 還入說婆度眾生 他沒有說厭離喔 所以有時候你在看的時候 不太清楚 這個就是說 我們要會看這個字 到底他是小聖 還是大聖 所以 你以後跟人家開示的時候 不要說 你要厭離 你要去 就是去往生極樂 你要說 你要化月晚生 以後 還入說婆度化眾生 就程度就高一點啊 就比較有內涵對不對 下面好 這個可以嗎 溝通有沒有好 下面第九十頁的下面有十 十到十一行 他有二聖行人 他說說 住空性中嘛 所以 大聖經中明菩薩行為 禪定是 菩薩障嘛 所以這個 二聖行人 他住在空性 大聖叫他 叫法職 剛剛也差不多 有提了 因為住法本空無身啊 你不需要 住在空性嘛 那這邊有禪定 菩薩障對不對 因為菩薩 他 正空不治空 還住三罪度化眾生 這邊有一個條件 他已經斷煩惱 請問他 是 有沒有動 有動對不對 他是動中定 這邊動中定 很好的呼吸 這邊是靜中定 這邊是動靜易如 所以這個圈圈很好用 不需要一直寫 靜中定 動中定 動靜易如 所以也可以說 身為人是靜中定 菩薩是動中定 佛動靜易如 比如說 觀世音菩薩 他 書常念的就是他 他住在普陀山的 什麼子竹林世中啊 那些常在定 可是他 千疆有水千疆 因為他可以本身不動 然後視線 道各自去度化眾生 就是動靜易如 對不對 所以這邊 他說菩薩 禪定是菩薩障 他就屬於動中定 他只要是要 菩薩不能夠 就在那邊 像身為人住在空性 在享受 極媚的法樂 就是要去度化眾生 可是一個條件是說 他是神通 游化 遊戲神通 對 下面就是說 這個 這個對峙法門 已經有說過了 剛剛界內的俗弟 跟界外的俗弟 都清楚 界內有俗弟 對不對 界外有俗弟 都是假 假就是俗 就是一切對峙法門 那你如果別教來講 他會講說 那個字眼不一樣 他說什麼 別教說什麼 對峙法門他會說什麼 分別 分別法這一切法 對不對 深別始法這一切法 別教的字眼是分別始法這一切事 就是這個假觀 如果你在原教的時候 他會說 一心 俱直 始法界 那別教的 這個始法界的無量 他不能夠入义法 如果原教 他無量 可以入义法 這別跟原還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你們有時候會呼一呼也沒關係了 到時候知乎會再不斷的提不斷的提 就稍微有一個印象就好 剛剛有說到這個 我們 有說俗弟真弟 中道地義義地 那我們 就稍微講一下 藏教它是什麼地 藏教呢 藏通北言 藏教它是十有的二弟 他是說俗弟 他說俗弟 你選立北哥來笑 他實有二弟 他實實在在有真弟跟俗弟 他是俗弟裡 可是他依的是真弟 他要正真弟 所以這邊就是這個真弟嘛 對不對 他要正真弟 那這個別教呢 他是正俗弟 這個稍微 他通教 還有一個通教 通教是患有二弟 真弟裡 那別教就是格力三弟 他是正俗弟裡 那原教就是原容三弟 那一個弟 他就有包括三弟 我其實把格力也給他分開 我最後給他拆 那格力 他剛剛有時候時間跟空間 我把力 格跟力 我把這個格變成空間 他是像 那個力是時間是重的 所以這個也可以分這個次第 時間跟空間 那個比較 這個快完了快完了 九十月下面 十五行 北教全最外次第法 首一經典是大品波羅經 請問前面 藏教是什麼經 很快 歐環經 通教呢 方等 北教是大品波羅經 對不對 原教是法法經 稍微知道一下 藏通別人 稍微知道一下 所以他第一個 他 他會說波羅跟法元的 同跟義 那波羅跟法元 他法元 我們知道是佛 他其實要讓你成佛 他是在一尊法界 因為眾生不行 他開出界外 所以法元只要是說界外法 法元只要在說界外法 法元 他是從禮 開出是 然後是在入禮 法元的不一樣 這樣比較快 知道嗎 法元是從 禮 他開出是 開出那個界外 那這一外在 由釋入禮 不一樣 那波羅呢 這一外號是釋 對不對 他是用至第三關 由釋入禮 的不一樣 那這邊有寫 融通入法 這裡 兩個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他的開展 不太一樣 他的佛生呢 有 法元他是 報生火 魯瑟那火 波羅是應生釋迦佛 還有一點點那個 快完了 那個 我們知道佛有三生嘛 一個是什麼 法生 報生 煙化生 那你知道這三個生 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現在趕快講 他們時間來不及 法生喔 他是屬於禮 對不對 禮不可以見 是他所正的境界 禮是不可以見的 可是他的禮是 表現在是 我們通常都說 法生是 譬如釋納佛對不對 那報生是 如釋納佛 報生是 是 禮跟是 此一法生 跟報生是一樣的 因為你如果 正一分法生 就有一分報生 他兩個是相集的 所以我們是用報生 來表達 對不對 禮是用報生來表達禮 那禮呢 他是 有 有那個那個 報生嘛 他表現在報生 對不對 他兩個是 一樣的 法生是一個 簡單說法生是一個 本體嘛 本體 報生呢 他是是 他是自受用生 所以呢 這邊 他是用什麼生 他是是 這邊有 他是是 對不對 他是用什麼生 報生 對不對 他是用報生佛 我們都說 如釋納佛 其實如釋納佛跟 譬如釋納佛 兩個其實是一樣 因為有的經典 他也會兩個對調 所以你不要執著說 師父下一次問你 法生佛是什麼佛啊 兩個都可以講 因為他 可以護調 都一樣 那這個 應生佛是他 受用生 他是 在死法這裡面呢 眾生有感 那佛就會應 他就是 應生佛 那華人的那個教化對象呢 他是純粹的 法生大事嘛 對不對 他是已經斷煩惱的菩薩 那波爾呢 他教化什麼 波爾他來教化這邊是誰 三界的菩薩 三界的眾生嘛 對不對 障通二教的三聖行人 在裡面喔 那現在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說 那華華呢 華華他我們 華華是一個圓滿 那個 他的真實究竟嘛 他是 智者大師 他判法華經 為圓滿的教 表現佛的圓滿 因為所有的大聖經 華圓經什麼經 例如說 華圓不是圓間別嗎 有圓 對不對 那那個 華漢沒有 沒有圓 他是誕三戰將 那那個 方等嗎 對待明通別圓 也有一個圓 波爾嗎 代通別明圓 也有一個圓 他們的圓呢 有圓 可是 他們都是雜 那華華是 成圓獨廟 所有的經 都是依照眾生邊來說 只有法華經是 從佛邊來說 所以法華呢 他是利益一切的眾生 所以他可以教化 界內 界外 華界 對不對 他是 究竟 不開 方便 所以呢 佛的圓滿 要從眾生邊 推到佛邊 如果 眾生全部都成就 表示佛所證的 也圓滿 所以就是說 從隨堂以來 我們 送法華經 最多 因為時間實在是不夠 所以呢 有時候你說 我們要常常送法華經 可是 你送法華經 你就是大聖嗎 也不見得 那看你的禮怎麼樣 因為你送法華經 你是聖滅禮 你是藏教 你是無聖禮 你是通教 對不對 如果你送歐寒經 你有法界觀 你就是 那個大聖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 看行人的內涵 不能 字面上 表面上去看 要看他手衣的禮 因為佛當時 他成道的時候 也有 很多的僧文人 他是 內密菩薩行 外見僧文僧吧 所以你是 看不出來的 所以佛說法 有一個就是說 有一個文大物 文大物小 你文大華人的 你只有誤到小聖 第二個是文大物大 你聽到法華 你也誤到法界觀 第三個是 文小物小 你聽到歐寒 你只有誤到小聖 第四個是文小物大 因為這個是罪上立根 佛只有說歐寒經 你就誤到法界觀 所以有些人呢 你看看 我讀了多少經啊 我讀了天天讀大聖經呢 可是 他的 所作所為呢 比人家讀小聖經還艱灘 他就是對法義不懂 所以 師傅說一句話 最後一句話 他是 猴子穿衣服 怎麼樣 還是猴子 只是學學而已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 不能再講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